我叫施敏哲,是東海生物系十八屆畢業的 在母校這個六十屆,我們是六十週年校慶 我應該就是有很深的感觸,因為我在東海所受的教育 其實就是奠定我一生的基礎 我個人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最重要的 其實是讓學生畢業後有足夠的學習和思考的能力 還有相當的人物素養,讓他們可以出了校門之後 可以面對未來的生活,英文來說就是 Prepare students for life 所以大學教育能夠傳授學生知識或一技之長 當然很好,但最重要的其實是要能夠讓學生 學會如何吸收新的知識,還有具有獨立的思考能力 那我覺得我在1976年到1976年之間在東海所受的教育 就讓我學到了這些能力 那個時候的東海校園是充滿濃厚的學術信息 有非常自由的學夢,還有非常扎實的通識課程 還有一流的老師,所以那個時候的東海可以算是學習的天堂 那東海四年之後,我對自己充滿自信 覺得對未來我有能力選擇去面對困難,走出自己一條的路 所以出了校門之後,我對東海四年的生活真是充滿懷念 那離開東海,就感覺像是離家到沒有的運動 那我相信很多東海人,包括我們那個時代的 我們前面的,我們後面的幾個世代的東海人 應該都會,大部分都會有同樣的感受 我們大概,應該都是非常以東海為榮 非常驕傲自己是東海人 那我們在國外,遇到東海校友 就不管是不是,認不認識 就好像覺得是碰到多年不見的好友 會特別親熱 那這一份校友凝集力,對東海的認同感 還有加上眾多的傑出校友 在社會各個不同的領域,不同的角落 都有傑出的貢獻 我覺得在在都顯示 這個東海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大學 那所以我們東海人,都會以母校為由 但是因為時空的環境,讓東海似乎面臨困境 尤其最近校長的混爭 更顯是出這個領導的階層,出了問題 那未來幾年,因為少子化 還有一些相關的社會問題 台灣的高等教育,其實面臨非常嚴重的挑戰 那東海一定要規劃一套應應的策略 那身為東海人,我覺得我們沒有被關的權利 而且我也覺得沒有被關的必要 因為我們的體制非常好 現在我覺得反而是個轉機 目前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及時廣密 要為東海大學 就是說在21世紀 我們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要定位 那就是說東海到底要成為一個怎麼樣型態的大學 那我們在培育人才上面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我們在規劃一個短中長程的那個計畫 然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再走向這個目標 當然最重要之急就是要找到一位好校長 那我相信以東海董事會還有前校師生的智慧 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好校長 那在這個努力的過程 我想在這未來幾年一定會很辛苦 而且也一定要有一些犧牲 但我相信以我們東海人的特質 一定能夠度過這個難關 那我想我們大家一起努力的話 一定能夠讓東海更上一層樓 讓東海成為一個有特色的21世紀的一流大學 那身為東海人 我個人當然一定會盡力參與 好,謝謝